好 录了 妈爹聊一室 陪你聊聊家庭会遇见的各种大小事 大家好 我是华爸 我是鸟妈 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宇宙最real的podcast节目 耶 好 那今天是2023年的7月3号 我们终于进入到EP4啦 掌声鼓励鼓励 耶 放一下音效 罐头音效 对对 那EP4呢 最开心的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回复留言 啊 终于有留言了 谢谢你们留言 谢谢谢谢 让我们知道自己不孤单 对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Apple Podcast的五星留言 对 首先是这个VV8002666666 她说耶 开心 小孩听故事 然后大人这边有的听得好开心啊 对 没错 就是这样 谢谢 谢谢 没错 这个节目本来就是要 就是这个设定 没错 就是这个设定 没错 对对 小孩睡了之后就把手机拿回来 然后就改放妈爹聊一室这样 我那天在 限动看到 有一个妈妈 她po说 她跟我跟她女儿一起听耶 是她女儿在听耶 哦 真的假的 哎 那还是要看一下节目内容 对啊 我就想说 哇 那我们之后如果尺度太开的话 我要跟那妈妈讲一下 对对啊 我觉得像那个EP2 就不太适合小朋友一起听 EP2是什么 我都忘了 就MeToo那一集啊 不太适合吗 不太适合啊 我们里面又有什么什么 哎 差点又讲出来 你看 哈哈哈哈 好 反正大家要看一下 如果 如果 我觉得可以 类似那种保护级的概念 就是爸爸妈妈陪着听 然后小孩如果听不懂 或是有一些 很confused的地方 然后爸爸妈妈要解释一下 嗯 对啦 对对对对 我去看孩子的年纪 自己评断一下 看年纪 反正我会 加个警语 好 OK 好 然后呢 下一个留言是 哦 这是 Darter减 哦 点爸点妈来报道 是我们的好朋友了 这是 对啊 这是铁粉级的 说妈爹亲节目 一定要推推的啦 连点爸都认真 把EP0听完了呢 听到关键字孤勇者 点点就把整首歌唱完了 哈哈 下次来唱一下 对 好 点爸许愿想问说 当两 家里面两个男孩 朝朝当当到快把屋顶炸翻了 华爸娘们会如何 出力跟应对呢 怎么样让大人 自己不要跟着爆炸 然后成为情绪风暴 诶 这跟我们今天想聊的 好像有一点关系哦 有一点 预祝新节目 推推上排行歌 好 你有什么 要回应的吗 哦 我的方法就是 让他炸啊 哈哈哈哈 我是一个比较 观察型的妈妈啦 只要是不影响 人身安全跟 别人 比如说邻居 对 不要再影响到 别人的状况之下 我都会让他们 我都会观察他们 到底在玩什么 对 我觉得 从旁看他们在 吵架也是蛮有趣的 我会想要看到 他们有没有办法 就是自行和好 诶 有时候可以 有时候真的可以 很莫名其妙 原本要打起来了 突然不知道 戳到哪个笑点 有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超莫名其妙 可是有时候真的是 就是会 那个火 那个火药味很浓 就感觉就是 光光要失手 打死弟弟的 这种感觉 不是 因为我觉得他们 没有没有 我觉得弟弟有的时候 有时 对对对 对哥哥也是很 很游 好不好 很狠 所以他们 有时候都会看他们的 小动作 有时候就会觉得说 哦 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这个会踩到别人的 就是点 然后会 引爆你自己 对对对 我就会把他们分开 然后慢慢 就是介入他们 成为他们的沟通桥梁 我最常通常就是 他们就互相告状说 谁又咬谁 没错 或者是谁又打谁 谁又推谁 对那因为 谁又抢谁的东西 这种如果你不阻止的话 他就会 用double的力气再 推回去或咬回去 就变成一种 武打泄斗片 然后就很可怕 对所以 这个通常就是会出手 介入一下 但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家里面有两个男孩的话 他们绝对是从小 相爱 相杀到大 这真的是这样 我问过很多就是 都长这样啊 对啊 就是家里面有哥哥 有弟弟的 男生都说 我跟我哥从小就打架 打到大的啊 真的是这样耶 可是我会让他们就是 彼此 冷静下来之后会抱抱和好 嗯 对 然后会道歉 彼此道歉 然后如果有咬受伤 就冰块冰敷一下 没有办法 有时候真的会这样 OK 好 我们Apple Podcast 就两个留言 就到这边了 好像很多是留在其他地方 因为我们有上在YouTube 对 所以我们今天也来 回复一下YouTube的留言 但是 如果大家就是想要 我们回答你的问题的话 就是还是帮我们尽量 都留在 Apple Podcast的留言里面 麻烦大家了 好 我来看一下哦 哦 YouTube就很多 因为我们本来YouTube就有粉丝 哦 对对对 哦 有问题的我就挑出来讲好了 好 希望看鸟妈站起来跳支舞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 哎赶快终于终于 好不好 大家 为什么不是叫我唱歌叫我跳舞 你们真的是很喜欢 你可以边唱歌边跳舞啊 挑战我的极限耶 嗯 但但我最近有一首就是那个 我没有要站起来跳 因为站起来的话那个 这个会 因为初级好 请让她坐着跳 对对对 但我女儿 我下次请我女儿来跳 请欣欣来跳 因为她最近叫我那个 阿玛契卡 阿玛契卡是什么 阿玛契卡 哦 大家知道啊 Queen卡知道吗 Queen卡啦 G Idol的歌 对G Idol的歌 就是 嗯 好 随便跳一段啊 对来跳一段 副歌好了 阿玛契卡 阿玛契卡 阿玛契 阿玛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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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了 阿玛契 不可以忘记啦 阿玛契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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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可以吗 可以吗 好 掌声鼓励一下啦 耶 好啦 我下次叫欣欣来跳完整的 给大家看 还是要找阿玛一起 所以我都感觉 蛮是跟阿玛一起跳 真的耶 我们下次回屏洞拍一个 哈哈哈哈 好 然后 呃 这个是 她说喜欢听你们聊天 听得出你们感情好 然后 呃 我们 觉得夫妻之间的组合真的太有趣 整集都很有共鸣 想知道搬家时 小孩的就学如何考量 还有排名第三的非盈利 是根据你们讨论后排名吗 怎么排名 这真的是会爸妈问的问题耶 嗯 哈哈哈哈 搬家时的学区 怎么考量 就是因为 应该是在讲说 我们EP1的时候 讲到说 我们抽非盈利诱员嘛 然后 那个我们市里内区有三间 我们就把它做了一个排序 然后 呃 穿穿进了去第一名 但观光最后就是去抽那个第三名的 嗯嗯嗯嗯嗯 好 这件事情 就是排名的事情的话 我觉得 除了 你在那种什么 我是士林人 我是北投人 我是哪里人 这种社团里面问一下 这可能很快大家会有一些经验 或者是妈妈群组里面也可以 对 但是 呃我觉得 好处就是因为 观光本来就在 木炸非盈利诱员上课了 欸也蛮多人问我 他在哪一间的 哦真的哦 有一些人 好 那因为我搬走 我可以讲 张鑫 他在木炸的 张鑫 非盈利诱员 推 超推 超推 巨推 从园长到里面的 所有人都很棒 老师也很棒 对 要不是我搬家 想要继续念 超级舍不得 好的 对好 那园长呢 就是因为园长 他们非盈利都会互相认识 知道彼此的团队嘛 所以 就偷偷问一下园长 园长就告诉我 人脉是很重要的 没错 没错 他就跟我讲说 欸其实哪一间比较好 或什么 最近团队是新的啊 什么事 没错 蛮好的 对所以就这样 好 没有别的原因 对啊 然后我们在士林 也是有后援啦 我们有一些朋友 所以我们就 居中考量 没错 就是综合考量之下 评比了 这几件这样 好 总而言之就是有抽到 就是感恩 感恩 感恩 好 下一个问题是 他说请问 经历过买房 装潢跟搬家 改买家具 你们可以建议 就是要找设计师装潢 还是摆家具就好 就看你是买房 还是租房啊 嗯 我觉得这完全看你的预算 真的 对 大概两个会 价格会差到一倍以上 超多 超超多 而且现在就是物价飞涨 所以听说 最近装潢的人也在 讲说装潢费超级高的 对 所以我老实说 租屋的话 我真的会建议你 就是摆家具就好 对 但是 如果是买房的话 要住很久的那种 我觉得如果 要住很久的 就是还有一些预算的话 我觉得可以做一些检查装潢 其实你搬进去 心情真的会好很多 对 但就是真的会 花掉一笔钱 对 你知道你可能 从三个月水饺 吃三个月水饺 变吃六个月 或者怎么样 就反正 我觉得大家 就是会把钱 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嘛 那装潢还是其中一种 就是有很多种变化方式啊 看你要花多少钱 对对对对 好 控制好预算就可以了 好 那以上就是这个 我们这一次QA的部分 今天是七月几号啊 你刚刚不讲七月三号 七月三号 好 七月三号什么意思呢 就是暑假的第三天 鬼门开第三天咯 不可以说鬼门开 有些网友很care这件事 很讨厌人家讲这件事 说不可以说鬼门开 不行 那我们要说什么 儿童乐园开放咯 整个城市都是你的游乐场哦 整个家里吧 也是 对 对啊 所以很多人就是 开始我们的群租里面就有开始很多妈妈丢出他们的暑期菜单 对对对对对 就是大家分享说哦我们就是小孩暑假的去哪里这样 而且那个每次看到别人行程都很想要说 诶 可不可以加一啊 对啊 他们丢出来行程都超棒的诶 哦 顺便跟大家讲 我们有一个就是 妈爹讲故事的育儿村的line群组 对 这个群组呢 就单纯就是 寒敦在里面聊天 因为原本 对啊 原本是就是有一些小耳朵的爸爸妈妈加进去 然后 有时候之前 有一些那个需要处理的一些行政上面的客服的 办活动啊 客服的事情会在里面 但现在就是好像变成 大家在里面真的聊蛮开心的 对 会资源交换 对资源就是一个 交流村 一个村子啊 就是大家一起育儿嘛 对对对 就想一下 诶 你暑假去哪 我跟你讲里面真的是 什么从台北啊 新竹啊 台中啊 宜兰啊 台南啊 高雄啊 就全台各地的都有 然后他们就把自己的暑假的行程播出来 对对对 然后我刚刚娘妈在聊天 我就说 诶 这些人要不要 他们就干脆就 组一团然后去各自的家 这样就环台一圈了诶 对啊 然后暑假就结束了好棒哦 对啊 而且小朋友去别人家里面都会觉得别人的玩具很好玩 没错 然后都会很乖 然后都会很新鲜 很有新鲜感这样 对 那群组还有什么安排 大家都安排什么暑假 呃 因为蛮多就是各地的妈妈 他们说他们 安静班有暑期辅导啊 或是原本的学校就有一些俗府 然后他们就会安排一些 呃 每天都有不同的菜单 比如说我就看有人 有人就写说 他的某一天是去上顺娱乐世界玩诶 然后某一天是去看电影 去华纳看电影 那个点点 哦点点 他妈妈带他玩火车大富翁 你知道吗 哦 你是说火车环导吗 对 就是火车环导 但是他们用骰骰子 就是前进 几点就前进几站 哦 这样 我觉得这很有趣 这个很好玩诶 这样 我就问他说 那你们要住哪啊 哦 不确定是吗 他说 就骰到那天 当天晚上再订就好了 就超free的 我觉得他们家自己也是 对 也是走这种就是 非常的自由自在 然后 那个 冰来降挡水来吐 水 什么 冰来 冰来降挡水来吐厌的路线 讲什么 就带小孩去做各式各样的体验跟活动啦 嗯 那聊到我们家的小孩 我们家的小孩就是 星星他的学校 在暑假的时候 就会转变成一种 有各种淫费的 的活动 他每周都在参加 营队 嘿 他有什么 理财营啊 然后什么 生态探险营 对 然后什么 昆虫体验营 就类似这种 很多各种 然后他还里面 有的 还有什么宝可梦 宝可梦卡牌的 营队之类的 哦 这很多啦 这个很抢手 反正我觉得暑假就是让小孩子去 各种探索 对 他们安排了非常多 很有趣的活动 所以是 星星自己觉得说 我要去 我要去 这样 每天都 压早就出门了 对 他的通告比我们还要满的 但他弟弟也没有闲着啦 因为他们 终于要从木炸转回到 我们家旁边了吧 对 这最后一个月 所以要 他们接下来就是要适应 八月开始 他们就要适应新的学校 然后 川川也要适应 上学的生活 对 他们那个 呃 飞营历就是 七月底的时候会修一个礼拜 对 会打扫 对 然后那个礼拜呢 就是 我太太跟他女儿就安排了 要两人相约去日本 大家都知道以前我们 就是拍Vlog的时候 都是全家一起出动的 对不对 但是发现川川出生以后 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困难了 就是刚好 七月份你生日嘛 所以我想说 你跟女儿就去日本吧 因为我只要想到 我带两个儿子一起跟去 然后他们一出那个大阪的车站 好可怕 可能就一个会往左边跑 一个往右边跑 然后他们其实也不太care 他们自己在哪里 或不太care 前面有什么危险 什么 他们就是 这两个男的在 哪里都很做自己 对 然后爸爸就会很累 对 然后我就会很累很累 因为我根本没有办法 好好的享受 我在日本的空气或怎么样 所以后来我想一下 我就觉得说算了 他就觉得算了算了算了 嗯 就要我们两个母女 去成行就好了 呃 因为我想要带星星去的 呃 去的体验 不太适合两个 这么小年纪的 那个弟弟 你们要去哪里 因为我 我这次要带大家去关西 就是 我们从来没有去过 日本本岛 我们第一次带星星出国 是去冲绳 但是那个不算本岛 那最靠近日本的地方 对对对对 他是日本没错 可是他其实 有一点点像 台湾的肯定 哈哈哈哈 嗯 对 所以 基本上我想要带他去户外教学 就是 真的是去教学的 那这次我也会带他一起 就是 安排 怎么讲 就是去 规划我们 要去哪里 要花多少钱啊 都会让他参与这样 希望他可以多一点的 比如说我们会 敲好预算什么的 因为我们还要去 环球营城 但环球营城 你知道会失心风啊 我就很怕失心风 但我觉得你们两个 自己去应该移动起来会方便蛮多的 我们有跟朋友啦 我讲的是说没有跟我 没有跟家里的两个 没有跟家 对对对对 好不好 你们移动起来应该会方便很多 欣欣是我们那一团 就是唯一的小朋友 但他也不小了 他也八岁了 是可以沟通的年纪了 对啊 所以你们应该是 可以玩得蛮开心的 可以可以 我就带他去这样子 五天然后回来 希望你们都还好好的活着 应该是可以吧 应该是可以吧 那你们除了去环球营城还要去哪儿 呃 好像就还有去 元报馆 然后还有去哪儿 对 然后我们会去什么 宫岛 就有一些神社什么之类的 然后 一样会去那个 道顿库啊 嗯 Dong Boli 哈哈哈哈 哦 Dong Boli 我忘记多念了 是这样念吗 Dong Boli 好像是 哦 你看他真的是第一次去日本 好不好 哦 好好好 英文比较强 日文真的是不会 好 那刚刚有提到 我们有一个 妈爹讲故事的育儿村嘛 对 如果说你要加入的话 我们非常欢迎 你只要在你的line的 那个搜寻的那个bar里面 打妈爹讲故事育儿村 应该就可以搜寻得到这个群组 你也可以打at 然后妈爹讲故事 找到我们的官方的line 然后 key上keyword就是 我要入村 嗯哼 你打了这个keyword之后 那个官方的line 会把你引导到 这个社群里面 好 赞赞 赞赞 好 欢迎大家一起来育儿 好那你两个儿子带在台湾 对 我想一下我们要做什么 还是你要带他们回屏东 哈哈哈哈 你确定你妈会同意吗 如果是你带他们应该是还好啦 可是如果你把两只都丢在屏东 他可能会疯掉 哦 反正因为我 我老 老二 光光他有一个 很长久以来的愿望 我们要去帮他实现 这愿望其实没有很了不起就是 他的愿望都没有很了不起 对 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孩子 他真的超级乐天知名 对 那他最近的一个心愿呢 就是我们每天就是从北区 然后要进台北市 都会经过新生高嘛 嗯 然后上新生高 他就会看到一个非常 著名的红色建筑 有着中国式的屋顶 大家猜猜是什么吗 对 就是圆山大饭店 然后呢 他就会说 我好想去住圆山大饭店 而且他这句话已经讲了 有没有 有没有半年 没有啦 就是 搬过去啊 搬过去之后吧 没有他 他在搬过去之前 只要一经过他就会讲 哦对对对 然后最 因为搬过去之后就更平凡看到 对 所以你就会觉得他天天都爱讲 然后他就说 那你什么时候要带我去住圆山大饭店 我们可以去住圆山大饭店了吗 嗯 我们现在要去圆山大饭店吗 每次开车经过都要这样讲 我就那天 我有一天就 拿起手机想说 我要带两个 我要去住饭店 我要住哪里呢 诶 诶 圆山大饭店 哦 所以 我们就是在你们去日本那个礼拜呢 我们会 三个臭男生会去 住一下圆山大饭店 你们可以去住圆山大饭店 然后再去那个 儿童乐园 然后再去一下天文馆 柯博馆 玩一下 不是吧 你讲的好像是你带他们去一样 哇塞 哇塞 那你要不要换一下我带你女儿去 不要 哇塞 好了好了好了 我觉得 我觉得他们在饭店里面可能就应该会过得蛮开心的 因为他们可能一直问我说 爸爸那个是龙吗 那是什么 爸爸为什么那个屋顶是红色的啊 为什么这个楼梯这么长 对 爸爸 爸爸我们可以在这边游泳吗 爸爸我们可以溜这个溜滑梯吗 差不多就是这样 对 所以 他们暑假呢 住完圆山大饭店 八月就开始迎接 就要去 崭新的学校 光光跟穿穿都要去上学 对 这两个都要去上学 我觉得我会先训练他一件事情 就让他先 准时到校开始 好困难哦 我自己对游泳园就是没有觉得说 一定都要 标准比较宽松啦 对 标准真的比较宽松 然后我觉得我们暑假还想要带他们去学游泳 嗯 哦对对对对对 对 还有这件事 应该可以 就等他 反正他等他们木栅的学校都结束之后 我们就 可以控制比较多的时间啦 因为不用通车每天跑那么远 对 好 好的 好 那么 大家暑假对小孩有什么规划呢 可以留言来跟我们分享 好 那聊完大家 就是对暑假规划之后呢 我要再讲一下 我最近在群组里面 就是我们大家 讨论很热烈的一件事情 哦 对 就是那个 应该大家只要知道 就是某小儿科的医师 在他的脸书发文 说他打了自己的小孩 这件事情应该 我觉得应该是 当爸爸妈妈的 都会知道 好 诶 我跟你讲 那整个 整篇文章 他落落场了 所以我简单描述一下 好 就是说 这个 小儿科医师呢 他就在他的脸书里面说 他打了自己的小孩 但整个文章 大概分成三段 这样 第一段讲说 他有多爱自己的小孩 嗯哼 好 就是每天 就是很爱他们啊 就是他们什么都 家事可以不用做啊 什么的 都让他们出去玩 然后爷爷奶奶 他们照顾很好啊 前面先讲这个 讲完之后第二段说 开始抱怨 他们的生活习惯 就是因为这样子 就是有点变得很差 就说突然就要开始 讲他们生活习惯 对然后还就是说 他们什么玩都不洗啊 什么就是 然后 几番管教都不听 所以打了很多次 第三段就说 他真的是受不了小孩 这样子好像 就被宠坏 所以要他们独立 但他们就是 没有办法改变 所以他就忍不住 很不得已动手受了他们 他没有说走 他动手 伤他们一个耳光 是吗 哦 这是他原话 原话对 他的 他讲的是说 他用身体惩罚的 方式唤醒他们的神经警醒度 请问他有人听得懂 这是什么意思吗 并且用脚底板 推倒他们 试图让他们将痛觉 和事件的记忆做连结 白话文一点 是不是就是打他们 对 更揍他们 更踹他们 对 然后这件事呢 就是 后来就是根据他前妻 出来指控说 三个小孩是被打了 五十几个巴掌 然后还有 有脸上还带着瘀青 然后前妻还经过了 小孩的同意 决定说 好 这个事情可以公开出来 对 基本上就是家暴 对 对 家暴 然后 最后 还报警 然后 过度管教 然后社工警察来 然后把小孩带走 嗯 我觉得是蛮 戏剧性的转折 嗯 对 因为我觉得这整件事情 就是 我猜应该有很多人 就是有发得到 社群上面有这件事情 但我不知道现在 看不看得到 因为他脸书完也关了 然后 嗯 呃 后续的情况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是 我真的是 再次再次的呼吁大家 如果你尝试想要让孩子 用痛觉跟事件 记忆连结的这种 做法 尝试想要打他 然后就达到某个目的 对 比方说 我跟讲 这完全没有效 完全无效 因为我们试过了啊 对 就是 什么你试过 我们自己亲身被试过 要讲清楚哦 讲清楚哦 不然等一下 换我们被告 对啊 讲清楚 好好 我等一下再跟你们 详细委委委到来 但是说 今天这位医生 就是 其实我觉得他 应该他的状况 也不是很好 就从他文章里面看得出来 他又单亲 然后他又带三个小孩 然后 本来有 爷爷奶奶的帮助 然后 突然没有了 后来也撤掉 对 然后 基本上 医生公时那么长 然后他又要 回家 好像 的确 我确定 有没有时间陪伴孩子 或者是 孩子的状况 也不知道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他是需要被帮助的 没错 就是我觉得 他应该是 有点情绪失控 然后他就是 蛮极端 就是有点把小孩子 往死里打的感觉 这样 可是他在文章里面 都没有这样讲哦 他在文章里面 都讲得非常轻描淡写 这就是我觉得 很奇怪的地方 我跟你讲 我看到这些文章 我第一个时间 就告诉我 他还说 我觉得这件事情 怪怪的 而且我第一眼看到 那个文章 我完全看不完 因为我不知道 他想要表达什么 对 我差有很多人 跟你一样看不完 就是大家只觉得 看完第一段 就觉得说 他其实很爱他的孩子 然后看完第二段 就觉得说 他孩子的生活状况 快把他逼疯了 所以他不小心打了孩子 但他对 打的部分 都轻描淡写 因为我刚刚讲的那些 非常高级的羞耻 大家如果看不懂 大家就会觉得说 就是一个被孩子 弄到快要崩溃的爸爸 对 然后大家就会 自己自动的带入 说我的小孩 曾经也把我 弄到快要崩溃 所以 哎呀我可以理解 所以拍拍你 秀秀你 然后加油哦 这样 对 可是我跟你讲 就这整件事情 就是很荒谬 他好像就是故意 已经知道自己要被 就是社工检举 跟 就是要被 要被查了 那他才出来写了 文情并茂的一篇文章 对 这件事就是 后来 你把这个时间拼凑一下 就是 他应该是先 打了孩子 然后 然后严重到 社工警察 前期报案 然后孩子被带走之后 他就先发了一个这样文章 写落落场 然后 对 我猜应该是有点 讨派的成分 有一点想要先自己 圆这个场 跟自己 保自己的感觉 对 但我跟你讲 就是 终究是 纸包不住火 我觉得 对啊 如果是 因为都有那个 都有看到 执政丽丽嘛 那 其实 跟他的文字叙述 真的是天壤之别 天壤之别 对 对啊 我就 看完之后 就觉得说 哇 怎么会 就是有一种 被骗的感觉 我真的觉得 你用 打小孩哦 来 得到某种 你的 期待 期待 或者是 得到某种 像某些事情 顺利进行 然后 就是用这种方式 我真的觉得 完全大错特错 就是他是 无效的 那 无效的验证 其实在我们这一代上面 应该已经都被验证过了吧 对 这边就来解释一下 不是我们打破小孩 是 我们两个 就是 从小 就是 也是被爸爸妈妈 往死里打那种 对 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 我们这个时代 大家知道我们是 七年级中断班 如果是七年级中断班的话 你如果你 真的没有被打过的 我真的是要 为你的爸妈 鼓励 喝彩 你可以留言一下 到底有谁 没有被打过 我真的好好奇哦 因为 就我所知 我身边跟我差不多年纪的 真的是从小被打到大 可是我觉得 那还是有一点 差别 我不知道 就是 我觉得我小时候 真的被打很惨 你是怎样 你是多坏 没有 就是因为 我们家动手是我妈 你们家是妈妈 我们家是爸爸 我们家小时候就是 我小时候 我们家开宠物店的 所以呢 我们家 执法的那个 器具 就是打狗用的鞭子 Oh my god 所以 我以前是 就是在长脚站好 然后我妈会用 是用甩的吗 训狗的鞭子 就是很 那个很痛 那个打下去 哇塞 它会有那种 呼 哇 的声音 然后 爱的小手 很大力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这样 对 有点像爱的小手 它有点像爱的小手 可是前面没有那个手 它就是一个 长鞭 然后很有弹性 然后 很痛 很痛耶 然后就被抽啊 哇塞 那你还记得 你是做错什么事情吗 呃 我 我跟妳讲 我小时候就是 很白目 就很 怎么讲 很聪明 但是 很不喜欢 follow 别人在来讲什么 或做什么 比方说 那个班上 要教作业 我都不教 我都不写作业 因为我觉得我会了 哦 就我会 为什么我要教作业啊 全班就只有 我每天就是 去学校 就我没有教作业 然后老师就会打 打完之后 哦 老师也用打的 老师用打的 老师就是用 木棍嘛 木棍打 然后打完之后回去 跟我妈 我妈就 这样那个 臭臭臭 那你这样这么痛 你就写就好了啊 你何必 对啊 然后或者是说 我小时候学那个 猪心算啊 哦 我其实学到 心算学到三段 哦 然后猪算是段位 就是 有点 有点成绩 学蛮久了 对 可是因为那个 那个东西你需要 就是算数字 然后需要大量的练习 因为我学蛮久 然后学到后面 就是其实 它都要比快 然后什么 我其实觉得我没有 那么有兴趣 再继续做这件事情 哦 因为它就是到了一个 好像 有一点 禁忌 对 就是我在里面 找不到其他乐趣 就是除了 很快把 这个算是上文之后 就觉得很无聊 然后 因为我又有 很多的作业要写嘛 就是一样 不想写作业 然后 那个练习本会不会 会有对答案的那种纸 然后我妈就会把 那个对答案纸 放在它的柜子里面 然后你知道在哪 然后我就会 我就会把它挖出来 然后把答案全部抄完 很聪明耶 很聪明 然后后来 第一次就是 我妈发现 然后就被痛打一顿 打完之后 我就去看那柜子 哎不见了 然后我就开始 观察我妈把它放在哪里 所以你们根本就是一种 叠对叠的状态啊 对 所以你妈在打你之前 有没有告诉你原因 呃没有 她就是直接走 对她是直接走 她就说你怎么可以就是 就是我花那么多钱 让你去学这个 然后你给我抄 抄 直接把答案抄一抄 哦所以她也没有 理解说 你到底是为什么 不想要 好好地继续学 这样 对啊 哦 对 这个就是失败 没有 没有对话啊 没有对话 没有对话 所以后来你还要继续学吗 后来就没有 后来因为我妈 屡次打我都 无效 反正说 我后来就发现 她把那个答案子换到 那个棉被柜的上针 然后我就会拿椅子 然后就 对又被发现 然后 她又发现 然后又被打 对 所以是一样的耶 是跟那个医生是一样的耶 对就是 这件事情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对啊 我在想 怎么样才能够 达成我的目的 但又不要被打 真的 然后我妈就会发现 然后又 就打更重 真的 她希望透过打我 来让我 改变 改变去 自己乖乖写作业 但这件事情 就无效 所以我们才说 就是我们从小 就是真的被打到大 但是 好像 没有带来一些 实质上的帮助 你也是被打到大 是不是 我小时候被打到大 但是我不会因为 成绩被打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 成绩很好 我爸妈也不是那种 就是少几分打几下这种 就他们没有这么病态 那你是什么原因被打 我通常都是就是 比如说痞啊 就是 不听话 我记得有一次我被打很惨 然后我已经忘记 到底为什么被打了 但真的很惨耶 我是被不求人 不求人 大家知道不求人吗 就是那种木头 那种抓痒 对 被削 那很容易断耶 对 就是被打断啊 就后来不求人就打我打到断 所以你叫30只不求人 倒是没有这么多 有点可怕 然后我爸 然后叫我贵算盘吧 客人来 然后说你们家贝很痒 是不是 就是说抓抓就会断一只 对啊 很可怕 然后那个 算盘 算盘也被我贵 我家也有 因为我以前学竹心算嘛 我家超多算盘 因为我妈也是竹心算 超多 对 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 就是贵算盘 那我真的忘记 所以你看 大家不会记得 你到底为什么被打 只会记得说 我被打 然后我被什么打 然后很痛 然后我就把那个 我记得我把那个算盘贵断 然后贵断之后又被打 可是怎么可以把他贵断 我就说 奇怪 莫名其妙 你自己要我贵 然后贵断还要打我 对 所以从小就觉得说 很恨恶 这样的方式 然后 还有一次我被消是因为 我跟我弟在玩 然后玩一玩之后呢 不小心 那个镜子就被我打破了 这只是我们在玩 然后玩一玩就是 是从我手上出去的没错 可是是因为我们在玩 然后你猜 谁被惩罚 你吧 就是我 对 只有我一人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 那时候我爸就跟我讲说 你是姐姐 你是大的 你大的要带小的 你要带头 你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 我记得我那时候 很恨 然后就顶了他一句话 那你为什么要先把我生下来 哇塞 然后又被打 所以我 对 所以我 就是从小 我就知道说 其实 打并不是一个很好的 引导孩子 可以 往前的方式 嗯 你应该是 你应该是还好 因为你就真的做错事啊 我欠揍是不是 你就欠揍 可是我的话就是 我的话是一种 内心的一种 不平衡 像我就觉得 why 为什么大的 一定要让小的 为什么大的好像就特别衰 因为那个时候 我的爸爸妈妈那个年代 他们也没有什么育儿教养 什么 大脑开发这种 也没有这么多社群 或是这么多的 知识交流的平台 嗯 对 所以他们就用这种方式 就是突发领抗的方式 就是小孩不乖就打 对 我可以理解他们那个年代 他们其实 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嗯 对 所以我后来长大 就是比较释怀 然后就是 呃 原谅了我爸妈 可是 在长大 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就是带着一种 对原生家庭的不谅解 跟恨意 很久 但我觉得这个是很 怎么讲 就是 它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嗯 你只会记得那个情绪 对 我只会记得 那个 愤愤不平 跟恨意 对 我不会记得 我爸妈的出发点 可能是爱 这可能是他们爱我的方式 可是是错的啊 嗯 对 是 不 是不 不当的 他们说就是 呃 大脑 在小朋友 每一个发育的阶段 它可能没有完全的成熟 对 但是 它会先长 就是 情绪的部分 对 然后比较晚成熟的是 理性的 思考的区域 情绪脑 跟 理智脑 嗯哼 对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小朋友先发育完全的是情绪脑 所以 你看小孩小时候就是 就会 就会哭啊 就会难过 会沮丧啊 会生气啊 对 这些都是情绪 所以他在学习 他的情绪先发育好了 可是 你要怎么引导他 往理智脑去发育呢 为什么说我们不要用 打的 因为 打骂其实就是一种 情绪碰情绪 对 对 你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要 跟你来硬的 对对对 那你只会强化他 情绪的部分 嗯哼 你其实不会引导他往 理性 思考 分析 逻辑 的那一个发育的层面去 所以人家才说就是 如果你是一个 很情绪化的家长 然后 用打骂方式的家长 你 教出来的小孩 可能也会很情绪化 嗯 对 我觉得这是有科学逻辑的 对 就是说 因为你比较常 让他的情绪脑 反应 对 对 所以他久而久 就是他 他习惯 他遇到什么事情 他第一个 启动的会是情绪脑 嗯嗯 那比较不会 就是说站在这种 理性的脑 去想说 我现在是在生气吗 那是什么原因 造成我生气 嗯 对 就是他比较没有办法去 就是用理性的方式去分析 但是这个是需要练习的 这个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练习 因为它是一个 你先需要去意识到你现在自己的状态 嗯 对 我现在先意识到我现在的情绪是什么 然后我练习自己解读自己的情绪 我才有办法去解读对方的情绪 然后把它说出来 之后我们再用沟通的方式 帮助我们面对整个事件 还原整个事件 可是我现在说很容易啦 嗯 我现在说很简单 可是你在面对小孩彩线 或者是你在面对你自己 呃可能很累啊 然后已经身体已经很不舒服了 然后或者是 你的时间已经很不够了 嗯 等那种很紧张 很stress 很压迫的时候 其实你的情绪是真的会爆炸的耶 就很容易被小孩激怒 嘿 真的很容易被小孩激怒耶 所以 我并不是要告诉他说 哦我们真的都 很棒 我们每一次都做得很完美 我们每次都可以好好跟他 面对面坐下来好好聊天 嗯 没有我们也是有一些时候是真的 情绪很不好 或者是 就是自己很down的时候 嗯 那我们怎么办 当我们家长 很多时候被孩子的行为逼急的时候 到底怎么样才是一个有效的沟通 其实我觉得第一点就是 你要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 然后去真实表达你现在的感受 我觉得表达自己的感受还蛮重要的 因为有时候我就会跟他讲说 你这么做 姐姐会很难过 你这么做 妈妈很生气 嗯 我就会让他知道说 你这么做 我非常非常的生气 因为你可能不守信用 或者是你刚才已经答应过我了 你都没有做到 对 我先让他知道 我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你想想看哦 今天如果 我老婆叫我洗碗 然后结果我睡早了 忘记洗了 然后他起来看到我没有洗碗 他啪啪就打我两巴掌 是不是觉得有点 是不是觉得很夸张 有点傻眼 对啊 那可是为什么 你跟你的另外一半 或你跟别人不会这样做 但是你在教你的孩子的时候 却会选择用这种方式去 让他学会洗碗呢 如果他本来就 不擅长洗碗 或他不知道怎么样 从何洗起 那就算你 打他两巴掌 他也没有办法 突然就成为一个洗碗打人 嗯 我只是打一个比方 因为我觉得生活常规这件事情 那个医生有提到嘛 他说小孩子生活常规不好 我觉得生活常规这件事情 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 或者是养成的 那一定是今年累月 然后他需要 很长期的被引导 被引导 被引导 然后给他机会去事物学习 他才会有点样子 你不要让孩子变成是 他要洗碗是因为 我害怕我爸打我 嗯 他要洗碗是因为碗脏了 如果没有洗 他没有办法用新的碗 嗯哼 对不对 所以那个后果跟你动手 其实是两 这两件事 完全是两件事情 就是你要去明白他的动机 比如说如果是刚刚那个事件 我叫我先生洗碗 然后我先生没有洗 在爱他的角度 应该就要问他说 嗯 请问你有什么地方需要我帮忙的吗 你是因为身体不舒服吗 你是因为太累吗 你是在怎么样呢 还是我们就是一起来解决这件事情 就那才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而不是解散他两巴掌 嗯哼 那我再叫他去洗 嗯或者 有的时候 比方说小朋友要刷牙 他明明应该自己刷 但是他就是在 在看电视 我怎么就是没有要去刷牙 嗯哼 对那 你很累你工作一天 我觉得如果是我们家的话 我们是真的会跟孩子真实表达说 我现在真的很累很累 然后 我没有办法一直 push你去刷牙 去干嘛去干嘛 你可不可以自己做这件事情 对你可不可以自己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也还有我的事情要做 对 然后 我甚至其实我很需要帮忙 嗯哼 对我会跟孩子讲这些事情 对 对就是 你不可能是永远 就是 要嘛就溺爱他们 什么都帮他们做 或者要嘛就是 就是拿起棍子来 就是你给我做 就是都太极端了 大家都需要有一个中间的过程 对啊 那个有这样的表达 我觉得 大家才有可能就是 往同一个目标就是 哦 现在家里面很乱 但是爸爸好像状况也不太好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帮他做一些什么 我觉得 以小儿科 医师这个case 他的孩子其实也不是很小的小朋友 对啊 他都已经9岁10岁 都比心心还要大 11岁了 我不相信他们没有办法同理家人的状况 或者说他们 我不相信他们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啦 对啊 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 我不是当事人 我没有办法去评断很多状况 但是我觉得最起码 你尝试想要用动手的方式 让他们去做 你觉得他们该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 这目的是达不到的 嗯 我觉得那只是宣泄自己的 情绪的一个手段而已 有一点是这样 对没错 就是好 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他必须要是孩子能力范围内可以做到的事情 如果说按照这个case的话 感觉是他们小孩子就是没有被训练过这件事 嗯哼 就像你刚刚讲的嘛 习惯需要训练啦 或者他文章前面还有提到说 呃 他希望孩子就是不要滑手机的 去找一些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做 哦 对 可是 这东西也不是马上 如果平常没有习惯的话 没错 小朋友基本上在家里面 他就想要放松啊 他就想要 好滑手机啊什么 嗯 那 是不是这个过程 他探索的过程也需要 呃 家长的陪伴啊 或者是他需要参加一些团体 或营队怎么样 然后让他 呃 有 对这些事情比较有想法 大对了 我觉得是 父母的引导比什么都重要 就是如果 我们没有带他们先去探索 先去尝试 先引导他们 就是 看看这个世界 那 其实你要他突然 好像成为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人 我觉得好困难哦 我觉得 怎么可能 对啊 就像你是一个马拉松选手 然后 他从来没有练过 各种的 就是体能 然后各种的 跑步从半马开始 然后到全马 然后你一下就要他去 整个 整个跑完 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完全不可能 对啊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跟练肌肉一样 它是很长期 很长时间的累积 呃 然后他们的小孩 比较 接近星星的年纪嘛 对不对 比星星大一点 比星星大一点 那 星星他是怎么练习 他生活治理 常规的治理呢 其实 是因为他 在 呃 转学之后 他后来转到一个实验小学 那那个实验小学 非常重视他们的 生活常规 自己负自己 学习跟生活的责任 嗯 这件事 是成为他们的理念 所以他们会从很多小地方 开始训练小孩 比如说每天早上 他们 呃 学校希望小孩都有一个 自己的闹钟 然后呢 自己调时间 自己起床 跟自己决定自己睡觉的时间 嗯 就是 爸妈都不要叫他 对 然后你会发现 当学校这样子 期许大家的时候 诶 每一个小孩竟然都做得到 嗯 真的因为 我女儿现在都不用我们叫 对 他真的都是自己设闹钟 然后自己说我要设闹钟 然后自己起床 呃 老师还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 常常会需要 去 整理他们的 教室的柜子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置物柜 嗯 老师就会带他们说 哦 你的 就是你的柜子 现在是乱的哦 对 你要整理 要提 就会提醒他们 然后会告诉他们一些 整理的诀窍 然后这件事情还会延伸到 他们下课之后 其实不是就没事了哦 对 他们下课之后 回到家 他们就是每一天还会跟学校 就是连结 或者说 请他们帮家里面做一件家事 每一天 然后我们就会带着他就说 哦 那你今天想要 你可以做什么家事 你可以做什么家事 嗯 我们有什么还没有处理的 没错 就是 他因为这样 他也参与在家里面的很多家事 而且包括周末 他都会自己就是 挑一件家事 他觉得说是应该他要可以帮忙的 对 这样长期累积下来 他就成为一个 这真的变成 跟他呼吸一样自然 嗯哼 他就说 妈妈今天我可以帮你干嘛 干嘛干嘛 很主动会这样讲 那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过程 你要他 很自主的成为一个 很规律 生活 常规 很打理的 很好的 是不可能的啊 对 你就算今天 暴打他 他也没办法一下子变这样 对 的确是这样 可能 可能会带着恨意洗碗吧 我不知道 哦对 对 嗯 那我就是最不乐见这种情况 因为我小时候就这样 哈哈 嗯 就是管教这件事 其实很见仁见智的 嗯 对 然后 其实不太容易啦 不太容易 那 你要想就是说 亲子关系这件事情是 非常需要花时间去 维护的 所以 第二点就是这件事 必须要是孩子能力范围内 可以做到的事情 然后他需要一个过程 需要过程 需要训练 对 好 第三个 就是我觉得爸爸妈妈 如果你状况真的不好 你一定要找帮手 对 夫妻可以互相配搭 就夫妻了 这最常见 那如果说你真的是 自己现在伪单 伪单亲 像 那个爸爸是单亲的状态嘛 嗯 如果你真的是伪单亲的状态 你很容易遇到 就是burn out的时候 对 就是真的小孩压得 你喘不过气 我觉得你要允许自己叫暂停 就是你要跟小孩说 现在妈妈状况非常不好 所以妈妈需要去冷静一下 给我一点时间 照 这个爷爷奶奶或者是朋友 就是反正你要让自己 有一个喘息的时间 对 你要允许自己有一个 暂停的空间 跟暂停的时间 对啊 因为你一旦把 一些我觉得 不好的状态 或者是 带进到你们亲子相处里面 我觉得那会变成一个 灾难 就是会变成一个 很不好的循环 对不对 就像这个爸爸一样 就是他打了 没用 再打 然后把他自己就是 他可能觉得没用 他又很挫折 很挫折之后就是 怎么讲 那个情绪很复杂 那就会变成一种恶性循环 没错 该暂停的时候 你如果自己 没有办法 你真的需要求帮手 嗯 就需要拉下脸来 对 要有第三方来帮助你 嗯 就做这些事情 那我们两个的 我们两个的方法就是 如果我今天真的状况不好 或者是我今天状态很差 我就真的会请他帮忙说 对不起 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 我需要 我需要去冷静一下 或是我需要去休息一下 嗯 麻烦你接受 嗯 对 那对方通常就是会 知道你现在状况很差 通常都是会 挺身而出 不会落井下石 哈哈哈哈 这看平常夫妻关系怎么样 对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就是我觉得欣欣常常看我们互丢球 跟互接球 互相补卫 哦 他现在也会 就是 他现在会关起来 偶尔会帮忙去带弟弟 对 他现在比如说 有时候爸爸不在 我有时候一打三的时候 他看到我 忙不过来 他就会主动 就是好像 自己好像突然level up 我一样说 来妈妈我帮你 来你去做那个 我来帮你这个 我就觉得 哦 好感动哦 嗯 对 我觉得那是平常 他看爸妈怎么样互相帮助 跟彼此相爱他学来的 所以我觉得 这些东西都是有选择的 嗯 对 我不是要 今天不是要judge他 我觉得 他也需要被帮助 他真的很需要被帮助 你看那个文章到最后就是 他其实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even他是 小尤科的权威 但他可能是生理上面的 我觉得大家不要太苛责他 因为他讲的东西是 比较偏身体方面的 生理方面的 可是他心里有被照顾到吗 我不觉得欸 嗯哼 然后这件事情就影响到 他的孩子也没有被照顾到 嗯 然后就是弄得 就是 哇 非常的惨 对 我觉得 很辛苦 但是希望他的小孩可以 就是 他们的亲子关系 可以被修复 都什么年代了 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打小孩了 好不好 真的是 不要再往死里打 不要带着情绪就是 打你的小孩 没错 好 我们都需要一起学习 做一个 更优质的爸妈 我们不是 我们是人啦 我们不是完美的啦 可是我真的要讲 如果真的 你今天真的失控了 然后你真的 打了你的孩子 拜托拜托 大家一定要 就是 一定要好好的 彼此 道歉 和好 抱抱 然后原谅 对方 你要取得孩子的原谅 对 对啊如果你 每次都一直打 一直道歉 一直打 一直道歉 拜托你 也是不太对 回到第三点 找帮手 好吗 对要找帮手 因为他可能会越打越 越大力 对啊 好啊那今天的节目 差不多就到这边了 嗯 那如果说你有什么 对今天的议题 有没有 一些的 想要反馈给我们的 或是你也有什么 呃 很好的方式 自处的方式 喊占你的方式 呃 处理小孩的方式 我觉得也是 可以跟我们分享 暑假在家 这个 可能 加油 冲突的时间 什么可能都会变高 麻烦各位爸爸妈妈 就是 其实我们讲这个 就是想要大家 就是 心平气和一下 大家就是 彼此帮补 觉得爸爸跟妈妈 彼此也真的要 做好队友 请大家就用爱 推导你的孩子 让他们将快乐的回忆 跟事件做连接 好吗 跟暑假做连接 好 跟家 跟家庭做连接 爸爸妈妈做连接 没错 好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华爸 祝福大家有一个 充满爱的暑假 我是鸟妈 那我们就 一批五件咯 拜拜 拜拜 拜拜